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为了去写字 实际上是一个分析的方法 因为我们 由于我们是 如果我们是外国人就还OK 就由于我们是中国人 你对这个字一定有你的理解 以及从小老师告诉你 偏旁要怎么写 就是这个字的主体要怎么写 比如写王 你会很正常的最后那一横 最后那一横是最长的 就这些习惯已经融入到我们的学业里面了 但是呢 你再去灵贴的时候 最好是能够彻底放下这个惯性 然后去跟贴血的一模一样的 就是灵贴这个事情也就跟中医讲一样 就行气神三个层次 最开始我们需要行 就起码你要做到行一模一样 你才可能做到气一样 然后你最后做到神意志的时候 你就可以离贴了 你就可以这个跟这个贴离得比较远 但是一看呢 你是掌握到这个精髓的 所以很多人说 董奇昌林的贴都初贴得很远 但是他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但是像我们如果初学 我是觉得深入细致准确的穷尽可能性是最重要的 所以会发现很多同学他在写字的时候 他怎么写都跟那个字铁离得特别远 可是呢 我就会想一个办法说 那你倒过来 你倒过来写这个字 发现就很像 那笔法上肯定不好 因为是倒着写的嘛 但是在行 在一个行轮廓上非常的像 他就会很吃惊说 为什么呢 对对对 就是表情跟你一样 就是无限困惑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倒过来的时候 他这个字就对你来说 他不是一个字的 不是一个行 对 他不是你读过 你写过 你知道他的发音 知道他的意义的一个字 而是一个 一个搞不清楚什么的图形 那这个呢 这个方法怎么来的呢 应该是法国吧 一个法国 法国的一个 一个学者做的研究 他 他们是做心理学研究的 就是让一群成年人 去领一个毕加索的画 然后发现画的都非常非常不像 然后这群成年人非常的挫败 然后他把这些画全部倒过来 然后他们重新临摹 发现非常的像 就就是 所以这个又回到我们讲的心性的这个话题 如果一个人 这个一个长期被训练的人 他写什么帖都像的 就是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在微博上发我 我自己写的练字的作业 就老有人在下面评论说 哦 你怎么又换风格了 实际上不是我换风格了 是我在做不同的功课的时候 我就应该像那个那个贴嘛 所以就这个里面 如果越能把我放下的时候 将来的我才会更有个性 所以一个我没有个性的时候 就是他最有个性的时候 据你所说呢 就不同的字有不同的这个气势所在 有些横笔又怎么样 打折又怎么样 他里面呢 其实我觉得中国人是一个仿生学艺术的这个 他所有东西都是仿生学艺术 对都是像嘛 就是说哪怕是写个汉字 也是对与大自然的种种种种的 这种自然现象的一种一种回应 不光是简单临摹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就是说在书法里面的横竖片呢 它是如何与自然之间进行回应的呢 可以去看这个王熙之的老师 魏夫人给他传过一个东西叫笔正图 对 那这个笔正图呢 他又讲到这个 你当你写一横的时候 要如同千里阵云 就是 就是 这种做的飞机上看到 对对对 就是那个地 就是那个云层的那条线 然后你写一点的时候 如同高峰坠时 然后写一树的时候 如同这个万岁枯藤 写一撇的时候呢 就好像一个 斜插在这个地上的一个象牙 所以他有他这个这个文章里面有就是一个非常短的文章里面有有很多这样的比喻 如果你看这个转折 他说要向静弩经节 让我找了一个仙鹤的这个关节的图片 就是这些 虽然有些比喻是非常具象 有些比喻讲的就是一个感觉 但是实际上就是 就好像读诗一样 首先你得胸有秋和 所以一个人写的字 他就是他胸中的这个气象的外现 然后你在手上的这个字的这个气象的锻炼上 又同时反作于你的你的内在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我认识一个老师 他曾经给我这样描述一位一家 他说这个一家 你看他开方子的时候 你觉得此人大气磅礴 点线面具到心思省力 而且呢当机立断 在现实生活中 他这个人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的问题就来了 会不会 有一些人你看他的书法 你觉得这个人很高级 内心充满了坚定的温柔 他腼腆的执着 但是这个人一看现象呢 哇他这样就明然众人意 走在地铁里面都不能看见 也没有那种气象 会不会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这个东西分两层讲 第一层呢 有可能所谓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有可能是咱没见着 就是就是他的这个 这个对 现实生活中的气象 他的收藏是你没有见到的 这是一种可能 但第二种可能比较多一些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会观察到 就是说他没打通 学问是还没还没通打 所以佛教很强调圆融 圆融就是能够往来 就更趋于道的道的东西 都是可往可往来的 就能能够来也能够去 能够对能出入能能能来回的 往往是跟道比较接近的 就是说他做事情 做人 在这个地方做这个事情 在那个地方做人 他是一致的 对 就是我觉得 呃 艺术家可能 这份这样的更多吧 就他在某个领域 获得了钥匙和 和这个路径 但是他还没有把 这方面的成功 或者说他的心得 融会贯通到另外的领域 有些东西是可感知的 有些东西是不可感知的 就像我上课的时候 我给大家选了一个 铁是这个颜真卿的 一个很少的这个 墨迹叫竹山堂联聚 那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铁 待会呢 我们会在电视里面 跟大家找到这个铁给他 追求天然合一 提高生命质量 大家好 欢迎收看 由天使力冠名播出的 国学堂 我是梁东梁某人 刚才呢请那个林博老师呢 讲到了一个铁 这个铁叫什么名字来着 叫竹山堂联聚 这个铁 为什么他难看呢 可是为什么大家觉得难看 你觉得好呢 我的意思 对 难看的原因是因为 他可能他不是那么 漂亮的一个字 但是呢 好的原因是 第一呢 我选择这个铁 是因为这是 我们通常都会看碑嘛 碑就是书法家写完 然后用工匠刻到石头上 然后再踏下来的这样一个 像他这中间 会有很多损失 从好的一面讲呢 古人觉得就是说 你练碑 你能练到那个 比较整的那个感觉 就是比较整 也比较正 但是碑呢 同样会带来一些错觉 就是你透过刀锋 去看到这个笔锋的时候 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损失 而铁呢 因为是墨迹嘛 它就跟当时的书写 是最接近的 就是往往有的时候 美不说明问题 但难度说明问题 就当他发现这件事情 不容易的时候 起码还是代表了一定技术含量的 对 是相当有难度的 所以在写完两次课 这个竹山堂联系之后 就没 再也没有人说 年仁清的这个字不好看了 就是因为他发现 难度有的时候和美 是非常交互的一种关系 你越意识到难度的时候 就是我们总是认为 有些经验是非常个体的 就是我看到了 你没看到 但是呢 你会发现喝酒 喝茶 吃饭 很多这种嗜好类的东西 大家玩的年头和深度 和他的这个选择 往往都是类似的 就你听一个人在喝什么茶 你大概知道他喝多少年了 以及他大概什么段位 吃到最后层次 大部分都吃广东菜 对啊 对啊 就是段位是还是有可品评的标准的 你说这个 你刚才讲的这个难度的时候 让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异象 就是李宁啊 拿着那两铁换 就是 然后呢 把腿盘起来 是吧 你看着呢 人家也就举起来 你真自己去试一下的时候 你就完全不可能 你能够把这两个 把自己撑起来吗 你得多大的兵力才完成 就是那种很缓慢 而且很连贯的动作 背后是有巨大的练习 才能完成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没所在了 对 所以 所以了解难度 就往往同时了解美了 所以 在大家写过那个竹山堂联剧之后 就觉得 哦 这个东西好像看上去 就是 就是有难度的容易是 是更难的 就有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当时在美院念书 有一个老师 他的画非常非常的像小朋友画的 就是像 而且像那种小学啊 或者幼儿园的美术课上画的 然后我们都很不以为然 很傲慢 然后我的导师就跟我说 嗯 这是有这个这个简单可是有难度的 结果有一天我就很不服气 我就回家自己拿张纸画一画 就大概画成那个老师那样子 发现完全不是怎么回事 所以像风思凯先生或者官梁先生的那些画啊 看上去就跟儿童画一样很简单 你灵灵事实 那个像难在那个气息和你以 那个简单只是你以为简单 里面还是有非常多丰富的内容的 嗯 所以就跟我们刚刚你说这个人 哎 没觉得他怎么样了 可能是可能就没看没见着 那个没见着 所以我们我们自己还没做到 对对对 往往可能是因为你 你可能还不够吧 就是呃 我有一个老师讲过一句话 我我一直都记得他当千万不要说 对任何一个学科不喜欢 他不喜欢往往都是你缺乏背景知识 他任何就是 他没进去呢 对你还你还在远着呢 就你进去了 像任何一个学科就是都是都是有他的呃 有趣的那个点呢 不然怎么会有人在学的津津有味呢 对所以呢 我觉得有一些人呢 动作就批评西医 说西医呢 他不懂西医 对 对 同样批评中医的人也是因为不懂中医 对往往就是禅外说禅或者在在门外的 但你也不可以不可以否定说在所谓的门外 他看到了某种整体某种结果某种结果导向的东西 嗯 但是但是的确是这个未经深入啊 他就是好像在在外面说的这个东西是的确会比较片面 嗯 所以呢 还是要实证实修哈 对 所以这个事情你得你批评别人 你自己先玩一玩玩了别人好了之后你再批评别人 那还是比较有趣的就是那种出入的细致微精微的东西的确是体验过和没体验过是有差别的 比如说会书法这个事情咱们本来是一个书法是吧 基本上都没怎么讲书法是吧 但是呢我觉得基本上还是一直也在说书法啊 那是这个横这个事情 我们有个粗笔一点的问题怎么才能写的很有那个像云那个那句话怎么说来的 千里震云啊 怎么才能写出千里震云的感觉 我觉得你先听纯技术版本吧 首先第一呢 你如果是一个孤立的横横还好办一点 但如果是在一个一个字当某个字当中的一横 你要我们先不说千里震云啊 先说就写出一个好看的一横 第一呢 你的中就我又来了 中锋要稳定 因为一横上是非常考验中锋的 就写的是歪歪扭扭的就是就是没有稳定性的一横 他肯定不好看 然后呢 对于那你要讲算什么什么书体里面的这个一横 如果是楷书的一横的话 那他这个起笔和收笔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 我经常像我同学写的就狗骨头的两端 非常的重要 就有的时候写的非常的像狗骨头 这个就是这个起笔的这个式 就是越略往上扬 然后又落下来 然后收笔撞回来的这个 就是好像太极的推手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圆 就里面这个圆的运动是第一位的 然后我也经常告诉同学 就是说一个一个横 实际上你要把它理解成一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搓一个面团 然后你把它再在游戏了 但它实际上是从一个圆来的 所以所以这个讲学点的是 这个气是蕴含在中间的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可能比较技术一点 这个弯的这个动作是空间上的 而不是平面的 这个讲起来就真的是非常的技术 但是我直接讲结果会怎么样 就很多 就如果你这样来练书法 就是把这个空间的提案 变成了一个平面的画字的这个动作 就是你知道就那狗骨头 为什么我说有些血特别丑吗 是因为它是那个那个轮廓是画出来的 而不是靠这个用笔而生出的结构 就是就是靠提案 高一点的时候会小一点吗 戳下去的时候会出一点 对对对对 而不是靠这个完成 而是靠这样画出来的话 那基本上断绝了你写行书 或者就是草书的可能 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 你每一个笔试往来都是接不上的 所以很多在小时候练了楷书的 我我我问过很多人啊 我说就是凡是小时候有点书法理想的人 都挺想写行书 就是传说中的连笔字吗 你知道这个东西吗 就是这个行书的时候 像我们小的时候写写检查的时候 我们父母签的字一样 对对对对 你会发现为什么我的连不上呢 就是就是钢笔字还好一点 就是毛笔是你要真的把这个笔试往来 能够连上了挺难的 那就是这个人为的障碍 就是就是我们小时候学书法的这个 就是这个画出来的这个 这个这个像狗糊头一样的关节 我突然觉得这很有意思 你说两个人一支笔也没有 就是啊 金金油谈好几个小时 谈关于书法的事 这事太有趣了 书法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 因为我们不是讲实际的 我们现在是聊书法 书道 对我们不是在具体的写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一你认为这件事情的目标是什么 就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聊聊聊 我们聊出一个共识 觉得就是像我说的 写你学书法 你绝对不是为了把字写好看 因为你会发现当你的这个愿景 决定你当下的路程啊 就是如果你的愿景是觉得 我要把字写的好看一点的话 我觉得大口不必现在没什么 就不需要写 这个时代已经不太需要写 字会那么多好字 掉出来打出不就完了 就是啊 就是字漂亮是一件很不重要的事情 但是 目的是什么呢 借字去磨心 就是你借字去修行 去去修这颗心 去去了解你的心性 我觉得这是这是一个 从了解之后 甚至知道自己有心 对知道自己有心 已经了解到心性之后 看能为这个心性做点什么 就有两个功能 一是你可以让这个心停下来 就是我要讲 先止再关嘛 你如果没有止住的话 哪有关啊 所以先停下来 先就跟功夫雄关的老师叫什么 乌龟大师 Master乌龟 跟他说 你要先让这个水停嘛 就停下来 他就能映现万物 所以我们的心就像一颗 一个一个一个湖面 如果他还是这个波澜 写佛的话 你看什么都是不清楚的 所以写字是一个很好的 让心停下来的方法 所以我经常跟同学说 你如果把心思 就是那个念头 很专注的放在你的笔尖的 那个真正那个尖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连呼吸都晕了 所以我们的念头 呼吸跟我们的气脉的流动 是一条线的 所以你最开始顺着呼 你能够把呼吸平衡下来 在法国有一个禅师 叫一行禅师吧 他就是越南人 对越南人 一行禅师生于1926年的越南中部 16岁时出家 称为禅宗僧人 越美战争爆发后 他作为越南佛教和平代表团主席 放弃了于事无争的寺院清修生活 积极地投身到救助战争受害者的活动中去 1967年 一行禅师被提名为 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我去过他的那个煤村 他的叫法太简单了 就是当电话铃响起的时候 就任何铃声响起的时候 你停下来站住 然后数息三次 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很笨的办法 但我现在觉得这个办法还挺厉害的 他们说这集要结束了 数息三次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国学堂 追求天然合一 提高生命质量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天使力冠名播出的国学堂 我是梁东梁某人 刚才林虎虎老师 跟我分享了一个很重要的写字的目的 你写字如果是为了写的好看 你大可不必要练字 你找一个字铁打印出来就完了 最重要是写的过程当中 你要把自己的心停留在那个笔尖上 然后借由这个事情指心 让自己的心止住 然后才能关心 才能够驾驭心 对 就是他还是这个 最后还是都作用在我们的心性上 就是用一个佛教的话叫调伏 就是你最后为的就是调伏我们的这颗心 就是大多数后我们的心都像这个野兽一样的 心原意 完全都是不再控制的 我们想什么 以及就是各种念头川流不息 所以找到一个止的法门是 我觉得是第一位的 说到此处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做国学堂这么多年来的一个经验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以为我们需要锻炼我们的身体 muscle 强壮 锻炼我们的这个跑步 甚至锻炼我们说话的技巧 等等等等 其实有一个东西 我们一直忽略了对他的训练 就是对心意的训练 你能不能控制自己想什么 控制自己不想是什么 控制自己想什么东西 想多长时间 控制这个事情想到什么程度 这个事情啊 很高级 对 但是在这个背后更高级的东西 或者说是另外一个你 你可能没有讲到的东西 就是说 能够从始至终看着 跳出来看着你的心 并且不对他进行任何的干预 这个是 是比 就是我觉得其重要性高于那个控制 因为控制是 就还是是是动作嘛 但是实际上这个动作的 真正动作的前提是没有动作 就你还是能停下来 嗯 这个 我很多年前 但不是很多年 一年多以前吧 我和吴国帆 在国学堂 也在这个台子上 讲到的那个话题叫做失控 是凯文凯利写的这本书 Out of Control 他其实就一直在讲这个事情 如何 藉由对一个生态的观察 甚至是 呃 不被人们了解的 呃 一些一些元素的注入 令到这个生态建筑起来之后 自己长出 你想想的东西 我们看书法 写字这件事情的角度 就是你从呃 实际上就是说你的愿景 你的愿力和你的动机和你的缘起 我觉得非常决定最后你会走到哪 所以我觉得写字这件事情的根本 你调伏心 就你你 你有一个念头就说 哎 我写字是为了调伏我的心性 我去学会观察我的心 你在写字的时候 你一定会发现 你构筑了一个 就在你周围构筑了一个不同的空间 你会在写字的时候 顺便有一个心神 是用来观察自己的 你会发现 你真正爱的不是写字这件事情 你是爱的是 你跟自己 跟自己的心在一起的那个感觉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累 为什么会觉得疲倦 为什么会觉得 觉得那种身心的分离带来的焦虑 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跟自己的心在一起 我们是借由毛写字 用毛笔写字 灵贴的这个把自我放空的这个过程 来确信我们跟我们的心处在同样的时空 同样的频率 我上个礼拜的东吴相对论 才跟我讲到一个事情 就是爱的记忆 art of love 很多人以为自己在爱 但是爱得很苦 原因在哪里呢 是因为他们无法在与他爱的对象 保持知识的同步 情感的同步 以及愿景和目标的同步上 但大家不在一个 在一个这个事情上面的时候呢 你往往觉得你用了很大的力气去爱 收获到的 或你接受的反馈 确实让你很焦虑的一件事情 所以 我觉得你刚才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在写字的时候 你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借由写字的过程 你发现你爱上自己了 是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又跑开讲爱这件事情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只是背负了一个爱的名义 但是爱这件事情里面应该是 品尝起来是甜蜜的 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痛苦呢 是因为我们没有跟自己在一起 就是你还没有拿到爱的入场券 就是这个门票都还没拿着呢 只有你你你拿 你用那首歌是爱的号码牌吗 对你拿什么去爱呢 你肯定是就是全心意的投入 就是很多人说爱的感觉是你感觉到交融 你感觉到打破了界限 但是你你连那个容器都没有拿到呢 所以爱的容器 首先是你确信跟自己在一起 不然的话就会变成是某种代价 或者某种有条件的陪伴 就是就是这个爱如果是能给出去 并且能收回来的话 一定不是不是真爱 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为什么很多人每一笔画都写得很好看 那写出一个字就很难看 或者说每个字写得很好看 写成一篇东西就很难看 这个在书法上有三个专门的词 一个叫节字 就是你结构自行的能力 这是要专门训练的 第二个问题 那个满篇的叫就一行的叫行气 这也是要专门训练的 第三个问题 你说那个整篇的那个叫气息 就是整篇它就像一个人的 就是就像一个人一样 他传传达出一种整体的 第一观感给你的那个气息 那这也是有专门的训练途径的 那我可以简单的讲 就是说结构字的能力 当然最好是去灵贴 以及做大量的结构分析 就是古人是怎么 就这个比较好的方法 是你去买一本叫这个书法字典 就是他会比如说一个字 比如说梁东的梁字 梁字就从古到今 著名的法帖上 可能有一百种写法 然后他把这一百种写法 都罗列在这了 就是我觉得这个 不用很功利的去做 就大家买一本 自己随便翻一版 自己喜欢的字看看 你会发现 这个就跟我说那倒过来写一样 他会刷新很多 你以为我就只有这几种 写的好看的方法了 但是发现还有n种方法 是可以写的好看的 这个是可以打破阶行 而且锻炼你的 重新的节字的能力的 然后这个的节径呢 就以我们这个取法乎上的捷径来说 你不要去看一些明清的人写的 最好看魏晋唐颂的人的 节字的风格 他们会气息上高股一些 第二个是所谓的行气 就行气呢 最开始来说密 比书要容易好看 就是你试试在一行字里面 把这个字写的比较密一点 往往是容易好看的 因为它会带出来一种排列整齐 而且就是有一种 有一种结成面的感觉 但是从章法 就是这个章法上来说呢 如果你把它字比较写的舒朗一点 有的时候会有特别的效果 有一个很著名的帖叫九花帖 就可以去看一看 它就是每个字当中都有相当大的空隙 它就带给你一种舒朗和这个透气的那种观感 所以从章法这个角度 有密的章法 有舒朗的章法 那从气息这件事情上来说呢 就整体的这个一篇字的 就是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节字 然后行气 章法气息 还有这个就这几个几个所谓的就角度 品评这个字的角度 或者说构成一篇书法 看上去好看的角度呢 它是一层一层的 但气息是一个最概括的 什么叫气息 气息 气息最简单的 我们可以说分雅俗 就是就跟一个 就你如果做这个学美节目 你应该很清楚 就是一个女生可能她没有穿什么名牌 然后打扮得很简单 但是进来你就觉得她很看着很舒服 就是气息比较好 一个可能过度打扮 而且打扮得非常用心 可是走进来之后 就这是一个挺精神化的东西的 坐下你就觉得 怎么那么浑身的不舒服呀 就这个 让你产生这个感受的东西 就是气息 很遗憾 不能够跟你继续下学习 所以呢我们要等到下一期的时候呢 就跟大家呢 其实 林老师呢是准备了一个大完整的一个东西 我们从下一周开始呢 可能要慢慢的就有结构 有系统的跟大家讲这个书法的课程了 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 从苍结造字到书法盛行 一件五千年流转演变的中华书法 见证了华夏大地 无与伦比的璀璨文明 如何练就炉火春青的书法记忆 一风流转 透射出哪些人生哲理 为好泼墨 又将如何诠释人与天地 敬请关注 国学堂重新发现汉字书法之美 第四集 书法的明星见性 书法的明星见性